我們會先從 跟他在其中 我們聊一下 就說這次你們就說 做這一本書啊 你們的一些辛酸感想 還是有什麼 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總共是 拍了兩天影片 然後其實時間 其實時間不長 還蠻有啊 因為像從這次開始籌備 雖然說這次籌備 已經是不早就起了事了 但是那都只是共享 沒有實地實習 這個實地實習的話 大概是從 就是開開的前一個週間開始 那這樣其實 中間時間還蠻感的 變完整間一段 所以開完之後 我們就關心 邊開邊關心 因為最主要是說 第一次開設 其實經驗不多 而且說去時代 我們也不是專業演員 然後所以就 就拍的都是蠻醬 因果裡面 然後如果那時候是 我們是那些十月一直開的 它也非常非常的冷 我已經零下 白天就已經是零下了 晚上氣氛燈地 所以說非常非常的慘 我們穿布袋線衣服 其實布袋線衣服 其實布袋線衣服 也是非常非常厚重的 但是說句實在話 在那邊真的是擋不住 裡面都還穿了兩支衣衣吧 因為我為了擋不住 太熱了 關係她的時間 所以這裏不住 那對我而已啊 因為我身高 不要拿起來 讓她加開一下 對不對 先走 先走 這裏 這一本書啊 就裡面真的是發派 他們好多的心血 然後編排 然後一直到那個什麼 已經在 很緊急的印刷時間的 他們還在拍照 你看他們就說 為了那個什麼 完成這個作品的案 因為這本書 原本是執事的安排 但是又 我們執事編排完之後 發現這種誘藍國業 那實在成分也太高 然後我們會擔心 補者沒有辦法去補單 這整個成本 所以我們在 受印前 三年 定時協定 然後他感人的一世 所以這人是其實 呃 住的其實也很相處 但是又會很想要說 我們要讓你 有另一個人失望 就是 可以引起的難道 所以我們是 莫相見真的還聽 聽力的難道不太出來 可是也因為這樣 我們一直有些很強吃 然後有些出門的難道 就是 信 好多多 好慘 然後我們真的很努力 都總得再說這一本 然後呢 希望能夠說 擺一些 比例世界的 幻眼間 小夢 小夢 可以呈現給 各位知道 因為 對我而言 所以我們 希望能夠用這種方式來 表現 很耐心的 成績 最大的作品 有一些 更多是 來到 公 signs 西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